賴敬玲旗下有20家的綠能公司 而且其中778萬都是政治現金 但賴品瑜有拍影片出來反擊 他說不公開反核是失職的政治人物 他爸爸賴敬玲持有的股權 不到總數的1% 並不是大股東 更遑論是家族企業 他說我爸爸就是領月星的董事長 但是亮哥說啦 滾檔要去查查吧 賴敬玲所登陸的這些公司 裡面有非常多的貓膩還有內幕 不然你一口氣登陸那麼多家公司幹嘛 他那個另外一個爸爸賴清德 他不是號稱常常被弄錯 另外一個爸爸也不反核 他前陣子本來也是說 小型各種的發電核能的模式 他是可以接受的 緊急被用 只是被罵一罵之後縮回去了而已 所以不公開反而失職政治人物 他是捍衛自己爸爸的地盤跟金權 這個才是重點吧 那因為現在惹了滿身心 滿城風雨 之所以現在 剛剛亮哥我們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個時間節奏 因為今天高雄安記者會裡面 有個重點是說 好幾次說要開庭 檢察官說還要再問還在問 開庭說要再開 但一直時時沒有開 然後檢察官就拖拖拖 也不知道他進度怎麼樣 案情怎麼樣的時候 他突然就起訴了 所以表示這個時間點 是在某一個安排下嗎 當然這是根據他的說法 我們也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 這時間點為什麼 為什麼是現在 那這個時間點是不是也是 因為最近被打得很兇 你看看民進黨 最近光是這個綠能的小公主 這個把自己這個小公主 把光環來到自己身上 哇我爸爸賺了好多錢 光電讓我隨時可以吃香喝 這種他自己跳出來 讓年輕人們的反差心情這麼大 結果捅了馬蜂窩議題 燒也燒不完 那當然黨中央今天 看國民黨也開了記者會 都隨便打到打到痛點 因為這個肥貓一而再再而三 在現在台灣的社會 就像吸血蟲一樣 在吸台灣人民所有的納稅前 卻沒有把我們能源政策 給照顧好 這造成台灣非常重要 未來只是說 它不只是負債而已 我們連電力 我們的未來的吸血蟲 把我們吸光的時候 綠能卻不見得能夠建置好 這是台灣非常長遠的結構性問題 被一個綠能小公主 還是雲豹小公主 捅了一個馬蜂窩出來 造成了這個沒完沒了要收拾 所以相關的案子 是不是這個時候出來 你看最近民黨一直失分 從台南投的風災自己打臉 然後到賴清德 在過境到美國去 其實黛玉恐怕 雖然我已經覺得要偷笑了 因為本來據說的更慘 已經至少還有個在紐約露露臉 有個公開 半公開嗎 因為僑民裡面內部的講話 總算沒有那麼 比起今天前大家預料的好了 可是還是想要覺得面子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啊 或者是挑起大家很多 擔心戰爭的疑慮等等的 不如先來弄一下柯文哲打一下 我剛剛是沒有像那個 丁哥那麼樂觀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因為在這個所謂停職的要件 是要判有罪之外 同時要有期徒刑的宣告 如果是不是有期徒刑 而是可能一顆罰禁等等 他就不會停職 那這個牽涉到很多 牽涉到柯文哲 接下來總統大學的動員 對 在竹竹苗這裡 這麼多的這個派系林立 他的後援會在這裡 本來被認為相對 在民眾黨有影響力 不管是他要談判的籌碼 或者是在地方的這個動員 組織裡面 這是很重中之重 接下來如果說 他高宏安這樣被辦下來之後 除了這個府內的 按弊案要調查會有困難 公務員會擔心有疑慮之外 再來就是包括 柯文哲總統大選的地方佈局 都會連帶的被影響 當然他現在唯一的選擇 也只能往政治破壞 司法迫害這個方向來喊話 才能夠舊一點 要不然的話這沒完沒了 如果三選下來 不知道何年何月 都已經白頭宮女了 那現在顯然是民進黨 為了要轉移焦點 所做的系列策略裡頭 手裡還有哪些武器 還要再把它炸出來 現在這個是一貫的選舉計量 跟手法在民進黨手裡繼續玩 用他的這些司法的資源 就看看案子怎麼辦 那現在在平均的案子 就會讓他被蓋過去嗎 綠能現在造成台灣人民 極大的不滿 跟可以感覺到這個差距 他們稀錢幾億幾億幾百億 而我們一般老百姓多麼的辛苦 46萬的這個各種的核爆 核銷的經費要被追殺 其實大家一筆就知道 但還是會對於高雄案 當然造成傷害啊 所以只能往司法迫害 或者是正式破壞這方向來打 也才能夠稍微能夠 是不是想辦法穩住一下 或是像賓哥想要的那個方向 變成血情的紅利來走 否則的話當然會覺得 對形象有傷啊 那整個整套的包裝 是民進黨擅長的 要攻擊候選人啊 所以這個請教博弈 綠能這個案子 賴靜能綠能這個案子 看來如果剛剛加上 球球的分析就是說 確實有打到痛處 打到要害 當然有啊 大家對於賴平瑜 就立委的印象是什麼 好像大家都看到他cosplay很漂亮 然後跟誰交男女朋友啊 等等這些東西 好像對於其他的一些 政治方面的東西 這幾年來賴平瑜委員 幾乎都沒有很強烈的 來表達過他的想法 跟他的態度 但這一次當侯委員 所以他不是被粉專酸說 你cosplay最不像的就是立委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 他需要再努力 因為他快要再選舉了 對希望他能夠 多一些順利這樣子 但問題是 當侯委員上一提出來 這個能源核四重啟的時候 賴平瑜突然暴走耶 對他直接用的時候 老實講這話是一個很 不太有水準 會用到這個字眼啦 對他說核四重啟個X 這很奇怪 這好像是我們市集在聊天的時候 網路節目不會發錢 沒問題 你可以大膽的講出來 重啟個屁啊 這個奇怪 怎麼會這麼一個女生 配合量女生 怎麼講出來這麼不得體的話 讓人家感覺到不自然跟突兀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一查出來發現 原來他的父親賴靖玲 原來跟綠能的關係 這麼的深厚 先不講他賴靖玲 到底是不是雲爆能源的董事 光以他一個人的背景 他掛到十幾二十個 所有綠能公司的董事長 跟相關代表人 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讓我合理的懷疑 是不是賴靖玲 想利用這麼多的公司 在全台灣各地 來到處招攬綠能的生意呢 因為你知道某一家公司 如果接太多 其實會有爭議的 但是我很多公司來接 綁標 維標都很好做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在 老實講我不知道 要知道綠能本身而言 老實講我先不討論 大家覺得他好不好 貴或不貴的問題 我只能說 如果綠能 大家都覺得都要去做 包括侯士安也覺得要去做 那我現在想討論的點就是 給誰做 要知道如果現在蔡政府 是用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 讓大家來投標 讓大家來標這個所謂的 綠能的案子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反正錢給大家賺嘛 但問題是 現在感覺起來 所有綠能的案子 幾乎都被 某些綠營特定人士 給綁起來了 這就完全不行了啦 你土地某一些人 然後讓那些人 可能拿到錢之後 來做鎮商勾結 繼續的惡性循環 掏空台灣 這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地方 很明顯的 現在綠營 包括雲豹能源 就被大家質疑 有這非常大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 很多民眾看不下去的原因 包括之前北捷很熱 捷運很熱 冷氣不敢開很高 講好聽點是節能減碳 講難聽點 就是怕電不夠用嘛 如果電不夠用 造成又跳電斷電 民黨要怎麼選 所以一個國家根本 是他的電 而電又是取決於 能源政策的導向 所以整個混在一起 到最後的結果 因為綠營實在太貴 台電可能也要破產 但問題是 錢還是要照賺啦 利益還是要照賺 要不要他拿來的錢去 繼續綁人 繼續綁他地方的樁腳 所以我們真的 最讓我們感到 新航跟難過的 不是說綠營 到底要花多少錢來做 而是賺的錢 都被你們給賺走了 那到最後賠樂成人 包括我們的稅金變高 包括我們的電價變貴 是我們全民在買單 這是我們所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最後我只有一句話要講 這個賴平英國人 他嗆核四重啟個屁 我只想問他一句話 你緊張個屁啊 你們都要緊張對不對 如果跟人家無關 你不需要去緊張這個事情 像這麼大動作的 出來反駁跟反應 只能說你心中是不是有鬼 是不是對於你現在 這個所謂既得利益 你們受到挑戰 受到威脅了 所以擔心後害怕 出來反駁這些事情 可是這些東西 我老實講 民眾是有眼睛的 而且民眾是能夠有判斷的 一個非常不合常理 而且這麼突兀的事情 說出來做出來 我覺得到最後 只是對你的選情 甚至於整個民進黨選情 都是大大不利 大大扣分的 而且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台電 嚴重虧損4000億 那台電的說法是呢 台電與中油是為台灣在第一線 擋住通膨削坡快的角色 那因為虧損嚴重超過4000億 所以電價恐怕會有秩序的調整 這是台電今天的最新說法 電價會有秩序的調整 什麼叫做有秩序的調整 民哥就是漲價 就是要漲嘛 可不可以說大白話 求求他 就是這麼簡單 沒秩序的調整是什麼 對啊 我以為瀟坡快都是在恐嚇黑道 恐嚇黑道 這好特別喔 你要去問人家寬恨是不是 沒有 我會覺得啦 台電不用再學這種文青式語言 什麼叫第一線辦瀟坡快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照理來說 台電跟中油 應該根本永遠不會虧損的好不好 因為他是獨佔事業 獨佔事業為什麼會虧損 還不是因為你們錯誤了政策 所造成的結果 不就是這樣嗎 然後講中油 中油為什麼沒有什麼虧損 其實很簡單啊 中油 大家沒有注意到嗎 每一次喔 那個國際油價 他買那個油明明還在海上喔 他已經告訴你 國際油價波動我要漲價 對不對 然後國際油價跌的時候 他就給你 減個一毛兩毛 一時一時就算了 不是每次都這樣嗎 有加油的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不對 然後再來台電 台電為什麼會虧損這麼厲害 很簡單嘛 第一個 你明明有比較便宜的核電 你不要發 對 硬要去用火力發電 硬要去買天然氣要買煤 還要買乾淨的煤 然後結果就是 你拼命花錢在那些國際 國際物價波動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貨物戰爭啊 對啊 造成這些成本大漲 我跟你講未來也是一樣嘛 因為未來天然氣 它雖然是一個波動的趨勢 但是以整個走勢來看 未來還是要上漲嘛 那所以我們的電費就一定貴嘛 那更不要說綠能呢 綠能根本每一個都是賠錢貨 講實在話就是這樣 你花了那麼多的錢 裝置容量這麼高 可是它 太陽能只有一半的時間能發電 一半的時間還是運氣好 如果太陽不出來你就沒得電用 然後風電更扯 風電絕大多數的時間 一趴兩趴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 你投資了一大堆錢 在沒有用的地方上 那你當然會虧本啊 更不要說 核四那4000億 你還沒有任列的損失 我看 如果那個損失在任列下去 台電現在負債 搞不好已經破照 所以你台電會 虧損的真正原因 跟什麼當什麼通膨消波塊 一點狗屁關係都沒有 那我講實在話 那你們過去 馬英九油電雙掌的時候 你們把馬英九罵得跟狗一樣 那現在你們不是也要漲價 當初你們不是告訴我們 都可以不用漲嗎 就是你們就只要用綠能就好 都可以不用漲價 那現在去年已經漲了一波了 現在又準備再漲一波 不就這樣嗎 那你沒本事就不要做保證 做了保證之後又不履行 那是怎樣 大家都拜關公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台電現在當然我知道 台電裡頭絕大多數的員工 其實他們心裡 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你要知道我如果是台電的員工 我也很厚 我們公司明明可以賺錢了 然後就因為政府亂搞 害我公司要賠錢 然後呢我們明明工作的很辛苦 然後結果呢 到最後我們領個年終獎金 要被大家罵翻了 那可是 是因為台電的員工不努力嗎 不是 是因為政府在亂搞 所以我覺得台電的員工很無辜啊 然後現在他們還要被迫說謊 去年 前年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四大公投的時候 台電員工還要被迫出來講說 核能很爛 然後這核能是讓台電自己做的耶 然後你叫台電員工自己出來說 自己當年做的東西很爛 全校到底怎麼回事啊 那我就當年那個出來 自己證明自己做的很爛 那個處長現在為什麼還在台電 他不是應該引救辭職在這裡 因為你做個爛貨出來 不是嗎 所以我就覺得 這就是台灣的現況嘛 因為這個政府在亂搞 然後逼著所有工營事業的人 跟著他一起說謊 然後政府裡頭 各個部會的這些公務員 被逼著跟他一起說謊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是什麼 到最後台灣這個島就入城 就被我們自己活生生搞成 被我們自己搞得民不聊生 請大家注意 我們第一季的GDP是負成長 第二季看起來有好一點 好不知道哪裡去 那請問一下 未來這個衛銀包彈誰在接 2024誰接總統誰在接 你會看到未來 我們一大堆國營企業虧損連連 國家負債在台高足 然後2024誰要來擦這個屁股 蔣是接手那個人要擦屁股 實際上是誰擦屁股你知道 我跟你在擦屁股嗎 我們啊 就是我們自己在擦屁股 不然還有誰幫你擦屁股 難道老公或是老美 會來幫你擦屁股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自己選出來耶 雖然我沒有投給蔡英文 可是因為少數服從多數 所以多數人這樣決定 我只要倒楣跟著大家一起 被陷害被支持了 可是拜託2024 大家真的要記得 如果你這一次再在那邊 想說這個誰我不要投 那個誰我不要投 我看誰不爽 那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希望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那你自己就要吞下去 可是你不要害我跟妳一起吞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